早上把設定設備搞定了 我們準備開始上課了 這個單元呢 我們準備討論的是成本概念與成本習性分析 OK 這個 我們再回到前面的兩張的 那個前面的重點 我們首先將 管理會計的 定義 跟它跟 財務會計 成本會計的一些差異 做了一個說明 然後跟著我們也將 管理會計的資訊的功能 資訊的用途也做了說明 跟著下來就是財務報表 的一般的簡介跟它的 資訊功能 跟著完了以後呢 正式要進入管理會計的領域 在進入管理會計領域之前 當然先想 讓同學清楚的知道 一個企業的 這個營運 不外乎 收入跟支出 收入 大概還單純 支出 也不太困難 也就是我們要討論到 也就是我們要討論到 所謂的 成本跟 困難 發財 啊 花費 花費 所以你剛剛買了兩張電影票 算是成本 是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講的太簡單了吧 以一個企業經營的 以企業經營的角度 當如果颱風來了 他說 蔡家貴了 因為成本增加了 那我們在氣管系的 大三的同學 甚至大四的 我們難道不知道嗎 所以簡單來說 什麼是成本 要問這個問題 看起來好像很回答 很容易回答 成本已經變成了一個 老少皆知的一個民間的 很普遍的一種用語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學術的定位上面 對成本 反而有的時候 會形成困擾 好像 路人甲 路人蚁 都知道成本的時候 我們一個氣管系的學生 我們要怎麼去回答 什麼是成本 要表現出 我們跟路人甲 路人蚁 好像不一樣了 這個地方就很特別了 我們簡單來說 這個 成本 應當是什麼 為了做生意 所有的必要的支出 都可以算是我們的成本 黃雲你覺得這樣說對不對 為了要做生意 所有的必要的支出 都可以算是我們的成本 這樣子合理吧 那林家榮可不可以這樣子回答 所以不要光講 花費兩個字 因為花費兩個字太 簡單也沒有辦法精準 所以我們 要把它定義為為了要做生意 所有必要的支出 這樣子的說法應該沒有 太大的 差別 但是我們也發現了 我們在企業的營運管理裡面 我們不但是要做計算 就是所有的 為了 營運所必要的支出 我們所有的計算之外 我們還希望要做決策 還希望要做控制 這個時候 成本 好像 不是那麼簡單的 用一句話可以說明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 一個企業家的說法 在台灣 某一個企業家 他說了 對成本的正確認知 及有效運用的能力 是驗證一個 高階經營管理者 是否夠格的 博爾法門 這個企業家 他有一本書 叫做郭語錄 他說的話 好像這個 以前的毛語錄一樣 他說的話 被匯總成一個語錄 而且變成一本書 叫做郭語錄 而且還非常好賣 這個同學可以去找找看 這個是誰呢 就是郭台銘 他會講這一句話 會講這一句話 可見得他對那種 成本控管的能力啊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所以一個 是否夠格的 一個高級的 經營管理者 不是說你很會賣東西 或者很會 生產東西 或者會很會 研發東西 等等就是一個 夠格的高階主管 不是 而是你要對 成本 正確的認知 跟有效的 應用的能力 從這句話裡面 可以感受出 一個 企業經營者 對這一方面的 重視 所以我們這一個章節 其實 也就是來探討 什麼是成本 什麼是備用 我們用一個例子 來做說明 這個例子 其實也不困難 在台灣 我們那個南台灣 鋼山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全台灣的 羅斯羅茂 這個 這個 彈簧 等等的 一個 很重要的生產基地 在裡面有很多公司 它在某一些產品裡面 甚至是全世界領先的 那這個例子 我 也是以往 輔導的一個經驗 我只是把數據資料 稍微改了一下 一個 壽山公司 它是 金銀 金屬 合金鋼片 彈簧的 螺絲的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生產的一個 主力產品 是0.25寸的 SYS 彈簧 它是 汽車工業不可或缺的 重要的零組件 這個 彈簧的 成本資料如下 直接材料成本13.8 直接人工成本7.6 間接製造費用6.5 然後這個彈簧的報價 它是把這三個加起來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加上製造費用 之後 再乘上 1.3 就是加成30% 就得到它的售價 這個售價 乘出來一個 彈簧報價是36.3毛 這36.3毛 因為品質非常優良 所以說 世界各地都有 長久往來的 買主 而 每個月 平均的產能 是500K 請記住 500K 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的 這個 一般的用法 就是 K 是一個 千 千 就各式 百千的 千 這個單位 可是我們在 食物上面 你去的公司 工廠 沒有人跟你講 500個千 通常都會講 500K 表示50萬個單位 這是一個 食物界裡面最常用的 下次聽到了 別人在說 你這個月 你們的公司出貨多少K啊 250K 你要知道 那就是 25萬件 這家公司 每個月 平均可以出 50萬件單位 而且 都是 長期往來的 老客户 那現在 突然有一個 政大公司 送來一個 額外訂單 這個政大公司 送來的額外訂單呢 是希望 壽山公司 能在三個月內 交150K 給他 平均 每個月 50K 應該有150K 三個月 可是啊 他的報價 25.8 遠遠低於 我們原來的 報價 那壽山公司的老闆 遇到這個情況 就很為 商老金 找來的主管來討論 首先 這個 爭取到這個訂單的 銷售副總 他說了 他說政大公司 本來就是我們 壽山公司的一個 老客户 只是因為 商業往來的誤會啊 不再往來了 但是政大公司 仍然是商界裡面的一個 很英實的大客户 這次很不容易啊 總算把他又 爭取過來 這個單 這個 25塊8的這個單 是政大公司的一個 試探的 單子 這個單子有策略的意涵 看看我們跟他繼續合作的 誠意 然後這個銷售副總啊 他也很厲害 他說我已經算過了 這個 25塊8 其實已經高過我們這個產品的 直接成本 21塊4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 跟著會計部的主任 馬上要回答 會計部主任就說了 這個 營業部的副總啊 他說的 雖然不錯啊 可是對成本特性可能不了解 雖然直接成本是 只佔60% 所以間接製造費用還有40%是變動的 因此整個的變動成本 是24塊 不是21塊4 假設 把變動的管銷費用也都加進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加2塊3毛 因此 整個的變動成本是26塊3 而不是 政大公司報價的25塊8 換句話來講 我們 這個接單啊 沒有辦法創造邊際貢獻之外啊 賣一個 賠一個 這個會計主任是要必須馬上要盡這個責任要做說明的 否則的話 這個單子如果接下來事後賠錢 去做秋後算帳 重新回頭來算 當初這個單子在開會的時候 誰沒有會議記錄 沒有說明的話 誰要倒霉的 會計主任啊 所以按照他的 專業 所以他一定要馬上就 做一個分析 而且這個分析也合情合理 講完了以後啊 老闆就看了生產 製造部的 楊副總了 這個製造部副總 也馬上回答 他說 這個單子啊 三個月要給150K 這個因此呢 我們的產能利用率目前是85%到90% 而且預計啊 這個水準呢 是維持的 以往的水準 如果訂單是三個月的交貨期 按照我們原有的產能的期程安排 利用剩餘產能還可以 排進製程 但是你不要問我成本 那成本的方面 我不是專家 我不敢講 但是我可以 說的是 利用我們的剩餘產能 這個150K的額外訂單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在三個月內 順利交貨 OK 每一個主管都講出 他們的那個 考慮的那個重點了 這個廖副總啊 一聽到這個 生產部的楊副總講完就更高興了 他說太好了 工廠還有剩餘產能 在緊急搶單 又有剩餘產能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直接人工根本就算是固定成本 可以不計算在內 因此 再加上這個自動送上門來的集單 也不需要做額外的行銷或幹嘛 也沒有什麼必要的應酬費用 所以這筆 這筆訂單的實際成本 其實只有18塊7 他意思就是會計主任你不要呼嚨我了 我們這個單子 接一個還可以賺到7塊1毛的邊際貢獻喔 另外 政大公司是我們業界 真的是一個 很有力量的一個客戶 好不容易才跟他們又開始重新做生意 這是一個策略性的訂單 我們如果不接這個訂單 上司的機會利 可能無可限量 可能更高 企劃部啊 企劃部是老闆的特助 是他的智囊團 等於他的幕僚很重要的幕僚 他要講話了 這個馬經理馬上提出一個問題 大家講的都有道理 但是現在看起來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25塊8 他的價格比我們正常的市價36塊3 可是要低很多喔 如果我們今天接的這個單 我們原來的大客戶 知道的這個消息 一氣之下 會被打 會被轉單 就是把這個單子抽走 轉到別的 這個 我們的競爭對手去做 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太生氣了 我們用30多塊錢 你用20多塊錢就可以拿到 所以這個既有客戶會被造成不滿 這可是要考慮 這個 這個企劃部的馬經理其實客氣了 他要嚴格來講 他說搞不好這就是政大公司的惡搞 故意丟個單給我們 等我們接了以後到處放話 然後把我們的生意搞砸 以前的不愉快 他其實想要利用這個機會報仇 有沒有可能 先不談這個 高層次的策略背後的陰謀 光談前面幾個專業的名詞 這個老闆就已經迷糊了 在這個個案裡面 我們發現了什麼問題呢 他討論到了所謂剛剛講的成本 他討論到了 直接材料成本 直接人工成本 間接製造費用 製造成本 直接成本 變動成本 固定成本 變動管銷費用 剩餘產能 實際成本 邊際貢獻 機會利益等等 這是一個很快速很簡單的例子 而且啊 各位同學是沒有實務經驗 如果今天下面做的都是 中高階的主管 甚至有工廠經驗的 我在講這個例子 就已經看到下面很多人在那邊 一直在搖頭點頭的 時常在遇到這些問題 而且到最後要做決策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拿捏 這就不再是一個 成本 就是為了要做生意 所有必要開銷 這個解釋可以解釋過去了 他需要更多的分析 更多的 這種的 背後管理意涵的了解 所以同學 我們如何利用這些概念 來做好管理 控制 跟最重要的 還有下決策 這也是這個章節 所需要做的 話說回來 這個案子後來到底怎麼樣 這個案子 對企業來講 沒有一個單子 上門來 把它推出去的 特別是 還有利益可言 按照這個例子來講 其實那個業務副總 他其實是有道理 他並沒有錯 那企劃經理講的也很重要 你如何接這個單 跟那個政大公司 開始重新建立友好的關係 要避免 原有的大客戶的不滿 認為你把這個價格打亂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案子呢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 就是兩全其美的答案 首先把SYS 改成了ABC型號 其次 利用剩餘產能 製造比ABC 品質 燒差 材料燒差的 型號 交貨給政大公司 然後告訴他 25塊8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可以趕出來 但是我們的 型號是ABC 但是性質性能是一樣的 實際上 用的是比較不一樣 刺激一點的材料 跟製成 然後 既有客戶 也了解了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型號 刺激品的概念 也不得罪 政大公司 大家都是這個行業裡面 也都很清楚 你想用25塊 買到30幾塊的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們照樣幫你趕 而且符合你那個 基本的品質要求就夠了 所以就把這個案子 順利解決掉 那後面 政大公司也確實 慢慢的下單 也慢慢的接受 市場 行情價 慢慢接起來 就這樣子 OK 所以一個案例 不只是討論到了 我們這邊的 管理會計的概念 成本的了解 還牽扯到 策略的運用 這個當節的重點 就是討論 成本的概念 成本的種類 成本的習性 以及 與企業管理控制的 相關性 買一套設備 算不算是 成本 買一套設備 這個 姚元偉 買一套設備 算不算是成本 那不是用來生產 看是不是用來 不是用來生產 只是擺在辦公室裡面 算不算成本 郭真文 你是已經搖頭了 說擺在辦公室 不算成本 那算什麼 算費用 好 呃 假設了 成本費用都 當作一個 統籌的名詞 這兩個名詞 確實很尷尬 等一下再說明 那 姚元偉剛剛其實回答的是 正確 看他的什麼 用途 好 如果公司 配給你一個notebook 你帶回家去用 算不算成本 這個好像有點奇怪 我帶回家用生產成本 當然算了 公司給你的 我剛強調了公司給你一台notebook 不是讓你回家去玩電動 回家去上網 當然回家的時候 還是接受公司的信函 老闆的指示 用skype跟主管談 對不對 那偶爾不小心跟女朋友講兩個小時的話算不算 當然沒有人知道嘛 所以說基本上算了 所以用途 只要是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問一下 買一台電腦 剛剛講的 好像也算 假的 如果是 那如果呢 買一部汽車 買一套西裝 用一頓餐 算不算成本 黃宜家 算不算成本 只要餵了 好 對 那一個老闆 那一個老闆 買了一個超跑 花了三千萬台幣 買了一個全世界只有十台的超級跑車 算不算成本 黃宜家 當然他為了工作 開上超跑心情愉快 想到好多策略 沒把策略替公司賺了三億 要說超跑三千萬 飛機三億美金 他都買了 私人飛機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什麼 看用途 所以因此呢 老闆的房子 老闆的西裝 老闆的餐 老闆的汽車 飛機 都算是公司的 可不可以 好奇怪 問這個 這個確實有灰色 我們在食物界裡面 確實發現 非常多的大老闆 把所有東西都灌到城門裡面去 他的理論 他的理由 我們也可以接受 因為他每天24小時都在想公司的事 所以勉強接受 但是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是為公司的 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家族聚餐吃飯 什麼也全部灌到公司來 會有風險 特別是中小企業 我們跟他再三強調 為了這些小錢 你可能整個的成本結構會改變 你除非旁邊再做一本帳 否則我上個禮拜講的 只要你做了假帳 你再回過頭來變真帳 是很困難的 而這種 所以把所有的家私 使用的裡面的 全部灌到工帳去 某種程度 就等於是把 你的 家裡面的錢 通到公司的錢 就等於國庫通到的私人財庫一樣 這樣的話你的帳目就亂掉 為了小 師大反而划不來 所以我們所有的 這邊的算不算成本 都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不是為公司 如果是為了公司的支出 都可以算是成本 如果不是為了公司的支出 再怎麼重要的設備 擺在自己家裡面享受 也絕對不是 所謂的公司的成本 OK 跟著下面 工程師 他是拿薪水的 生產線上的員工也拿薪水 業務員的獎金也是一種薪水 會計主任都是薪水 平平都是薪水 是不是一樣的 有沒有差別 我們通稱為 人事成本 沒有差別 不過在管理上面 有差別了 用前面的個案公司來看的話 只要有剩餘產的人工成本 職業人工成本 也算固定成本 因此表示 生產線上的人工成本 跟一般的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發現 工程師 生產線都在工廠 業務員 他是在銷售 會計主任 通常都在管理部門 所以管理部門 銷售部門 生產部門 三大部門 有不同的薪水 人事成本 但是他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如果在生產線上工廠裡面的 生產線上的工人 跟工程師又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薪水 一個 是做管理者的 一個是 生產線上 也許按監計酬 也許按小時計酬 也許幹嘛 就是一個生產線上 直接的人工 所以 都是人工成本 但是其實不太一樣 最後一個就是 成本 費用 到底有什麼差別 原則上 基本上 應該沒有差別 都是公司的支出 廣義的來講 都叫公司的成本 但是習慣上 習慣上我們習慣 把成本 用在生產線上的 直接 相關的 開銷 包括直接 人工成本 直接 材料成本 那其他 間接的 我們習慣用 費用 製造費用 管理費用 銷售費用 所以 費用跟成本 原則上都是一個概念 都是為了支出 而 都是為了 營運 而 必要的支出 但是 性質上 我們在習慣用語上 會有一些不一樣 這個請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跟著下來我們就看成本的概念了 首先先拿一個 權威單位的定義 美國的 Triple A 他的定義 這個 有一個叫做成本概念 與標準 委員會的定義 有三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就是 成本 係衡量價值的犧牲 而這個衡量必須要用 貨幣 單位來衡量 以及 我們這個衡量要有 衡量的 標的物 這三大 抽象的定義 第二個定義很清楚 所有的成本都要用貨幣單位 這個貨幣單位都是指 這個國家的國幣 就像台灣我們都用台幣 大陸用人民幣 新加坡用新加坡錢 等等之類的 不管你跟世界各國用什麼錢來做 最後 算到公司這個國內的標準 這個所謂的報表的內容的時候 都是用貨幣單位 而且是這個國家的國幣單位 來做成本 最後的衡量 那衡量的標的物就是產品 不管這個產品是有形的 還是無形的 可以想像中 如果我們沒有產品這個概念的時候 成本的 這個意義啊 就降低了 很低很低了 甚至沒有太大意義了 我們基本上都是針對這個標的物的產品來做成本的計算 比較抽象的 困難理解的 就第一個 什麼叫做衡量價值的犧牲 我用簡單的例子來說 這也是一種 機會成本的概念 我們如果今天 我如果今天要開一個餐廳 我準備了100萬台幣 要投資 這個100萬台幣 我也可以不要投資餐廳 我放在任何一家銀行 以今天那麼低的匯率啊 那個利息率啊 以今天這麼低的這個存款利率啊 我還可以拿到1萬多塊台幣回來 100%的利息啊 這個實在是太低了 但是至少沒有風險嘛 我每一年可以拿1萬塊回來 除以12個月 每個月可以拿個800 八九百回來的 這個也很好啊 我現在 犧牲了這個機會 我犧牲了可以拿 這一個 利息的 這個機會 我去做生意 衡量價值的犧牲 這個100萬這個價值我犧牲掉了 我拿去做生意 我們所有的 在做生意的前提 都是要做 所謂的投資 不管是 原財 物料 土地 廠房 設備等等 這些都是價值 你把它犧牲掉 拿來做這個生意 所以第一個條件 你成本必須是衡量 這樣子的犧牲 以及這個要用貨幣單位來衡量 以及他要有衡量的標的 這是三個定義 這個定義有點衝向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 比較具體的一個圖形來看 所有的支出 為了做生意啊 所有的支出 這個支出 如果是為了取得 未來的 收益的話 它就可以 算是成本了 這個是以 耗用與否為基礎的分類 OK在這個分類之下 我們的支出 是否為了爭取未來的 效益 是 那請問這個支出 有沒有耗用 沒有耗用擺在 未耗 部分 叫做未耗成本 括號叫做地元成本 等一下我再來解釋 如果已經耗用了 就擺在以耗成本 如果以耗成本裡面 有沒有取得 真正的收入 取得了 就是成本與收入 配合原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成本與收入配合原則 這個成本就可以當作 費用入账 如果沒有取得 又耗用 而且又沒有取得任何的利益 都叫做損失 這個不管是 與成本 與收入配合的 費用或者沒有配合到的損失 都擺在我們的 隨意表 而未耗成本 利恩成本擺在 資產負債表上 這是另外一個 圖表 看起來比剛剛那個三個定義要具體一點 但是 如果說 乍看之下 可能還會 這個 非常的模糊 五煞煞 這個到底幹嘛 好 我就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也可以跟同學講 日後你們在讀任何的 這個 書的時候啊 看到那些描述 有點困難的時候 你就立刻去找你了解的例子 去套 可以套到這個說法上面 如果套得進去 你就可以把它 很容易的記起來 否則用死背硬背啊 大概很難 比方來講 我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圖形 一本書上畫的這個圖 我想了解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 一筆支出 是去買材料 這個材料要生產產品 所以這個材料的支出啊 是取得未來做好產品的利益 所以它應該可以算成本 那這個材料有沒有用 還沒有用 擺在什麼地方 擺在倉庫 這個叫做 衛號 衛號的材料成本呢 它是一個地顏的成本 它擺在什麼地方擺在倉庫 倉庫在哪裡 倉庫就在我們的 資產負債表裡面的流動資產下面的材料 這一欄 既然是資產欄 所以它是我們的資產 可是我們清楚的知道 這個材料不是真正的資產 它是未來要去變成我們的材料 做成產品賣出去的 所以我們叫做地顏的成本 它現在是資產 日後是成本 它只是地顏道 去生產的時候就變成成本了 所以擺在這個地方就叫 衛號成本 又是我們的資產 如果已經耗用 耗用的時候就表示這個材料已經做成產品 賣出去了 就成本與收入配合 它就是 我們真正的正式的成本 以及費用 放在水意表 叫做銷貨成本 沒有問題 如果做好了 又沒有賣出去 又沒有利益可得 很可能它就是兩個狀況 就是天災 人禍的狀況 天災就是 也許做 被水淹了 被火燒掉了 沒有利益嘛 就是損失 要不就是不屑的員工啊 把它拿去賣掉 所以 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同學可能就更清楚 找一個很簡單 淺顯的例子 自己這樣一連串這樣算下來 大概就把它搞清楚了 問題是 這個圖有一個地方 它有一個缺點 或者是弱點 它沒有辦法解釋 如果我們今天把材料買進來 我們呢已經開始生產 還沒有做好 半成品 再製品 放到哪邊 是位號還是以號 如果做到一半的話 那假設說 如果做好了 我們不要搞位號以號 如果瞬間把它做好了 可是沒有賣出去 它也沒有被燒掉 它只是放在倉庫 還是擺在那邊 它是位號喔 可是我們已經耗用了 所以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把 這一個狀況 描寫進來 沒有描寫進來 我們就只有一個解釋 這個作者把耗用 與否 可能當成一個 就是說 你做好 而且可以賣出去的 與否 如果你做好 還沒有賣出去 我們還是把它擺在位號 因為它是擺在 在資產負債表下面 不管是債制品 還是製成品 我們就擺在這個地方 做好可以賣 而且確實要賣出去 才擺在這邊 這個是對號用的定義而已 如果了解了 這整個圖表就可以 講的過去 也就講通了 這樣清楚吧 OK 所以用這個圖形來看的話呢 好像成本 又稍微了解了一點 真的嗎 可能還有很多 很多分類的問題 還沒解決掉 這邊是一個說明 成本 成本與收入配合原則 以及損失 這個說明來補充前面的那個說法 重要的是 成本與收入配合原則 這是一個 我們的一般公認的 會計準則 意思就是指說 支出或耗用 已經創造了收入的時候 這一筆的支出耗用 才可以正式成為成本 列入損益表中 否則 只能當作 尚未賣出的資產 列在資產負債表上 這個在大學一年級 財務 財務會計的時候 應該已經 或者會計學的時候 應該學過了 跟著我們來看分類了 從企業觀的角度來做成本 不同的分類 這些分類可能就要請同學開始注意 我們對一開始的個案公司有那麼多 不同的 對成本的這種 定義跟分類都是從我們這些分類裡面來的 首先看 依歸屬至產品上的難易度來分 其實這個章節 這個奇怪的是 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他在第12版的時候 寫的還蠻詳細的 到了現在這個第14版 在這個部分反而越來越簡單 我本來以為這應該是很基礎的 應該要很詳細的 沒想到14版比12版又更簡單了 不過同學還是可以去參考 從我的教材跟 教科書上去對應 以歸屬到產品上的難易來分的話 分為容易歸屬跟不容易歸屬 容易歸屬的都是可以直接算到這個產品上 不容易歸屬的就是間接的 那 什麼叫做容易歸屬的 直接的 像這一個 我手上握的這個小小的無線 遙控的簡報筆 這個很薄一片 像一個小小的一個 卡片 這個很薄的一片 大概就是一個 塑膠模具 打開裡面有一些 晶片 彈簧 線路 線圈等等而已 一湊起來 居然可以成為一個 無線遙控的簡報筆 所有的拆開來的這些材料 都叫做直接材料 可以直接歸屬到這個產品上 每一個材料的成本也都可以清楚的計算 這是容易歸屬的 那直接人工啊 因為這些 這些材料不會自動的變成一支 這個無線遙控的簡報筆 他必須要透過機器也好 人力也好把它組合裝配 所以說只要有機器操作的人力 或者直接組合的人力在 這個人工作的小時數是很清楚可以算得出來 透過這個機器操作的小時 每一個小時要生產多少 或者說是人力組合很快速可以把 一個人在一個 這個產品上需要的人工的小時數 可以清楚的算出來 所以直接人工直接材料 針對這個產品來講 是容易歸屬的 不容易歸屬的是 像比方說管理部門的經理 經理的薪水怎麼歸到這上面來很難 那經理管多少的部門多少的事情呢 那經理之外 比方說業務 賣這個筆的這個賣這種 產品的業務的薪水也不好歸屬 不要說別的 水費 容易歸屬 電費容易歸屬 機器不是一開就耗電嗎 電費 應該也可以寫啊 直接人工直接材料電費 每一個電費 發在這一支筆 這一支產品上面要 分配 攤屬多少錢 容易嗎 不太容易 因為電費有一個困擾 電費他有一個叫做基本的電費的電 那個 匯率 這個公司 一整個月 一度電都不用 他還要付基本電費 那如果開始用的時候呢 又有不同的電費的計算的方式 到了中午的時候就變成叫做 尖峰又電 那個電費的匯率很高 到了晚上的時候 離風用電 電費又很低 所以電費啊 他不規則 沒有辦法 標準化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攤到這個上面來 變成不容易歸屬 而且電費啊 還要從機器設備攤算到這個產品上的時候 如果全公司只生產單一產品 那還容易 只要生產兩個以上不同的產品的時候 就開始困難 就算是電費容易算 他什麼算到這個產品 以及又什麼算到另外一個產品上 本身 又有一些其他的 那種變數 在干擾 所以 不容易歸屬的 是間接成本 所有的製造費用 所有的管銷費用 基本上都是不容易歸屬的 OK 跟著我們再來看 依企業的功能來分 企業的功能就是 產銷人發財 紅色的 產銷人發財 企業管理的五大功能 就是 生產行銷 人力資源 財務跟 研發 這裡面呢 是最常用到 在公司裡面 時常提到 你們公司的人事成本有多高 我們公司的研發成本 怎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生產成本是如何等等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 時常聽到這個用法 這個 看起來 很好用 但是要小心 人事成本本身 我剛剛提到了 平平都是 薪水 有沒有差別 有差別的 假設兩家公司在同一個產業裡面 假公司的人事成本 佔了整個的總成本的 7% 乙公司的人事成本 佔了總成本的 5% 是不是 乙公司的人事成本 比假公司要來的精簡 來的好 來的有競爭力 有優勢 不清楚 我們不敢講 我們還希望了解 佳義兩個公司的人事成本 用在生產製造是多少 管銷是多少 研發又是多少 從這個比例我們才有辦法進一步的推測 所謂的競爭力啊 分析等等之類的 這是人事成本 第三個是依照不同的業種 產銷的狀況來分 在製造業裡面 製造業裡面最常聽到的就是 生產成本跟其他各項營業費用 而生產成本裡面有直接材料成本 直接人工成本 各項製造費用 再製品成本製成品成本等等 那管銷研 這種就是生產 管理銷售跟研發就是各項營業費用 在買賣業裡面呢 就比較容易 只有所謂的銷貨成本跟營業費用 而銷貨成本又身為進出存貨的 這個成本 進貨成本 存貨成本 出貨成本等等 然後再加上管銷費用 這是買賣業 服務業 最簡單 服務業的分類基本上都是各項營業費用 比較沒有 產品 成本 這樣子一個複雜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個流程圖 就可以知道剛剛前面提到的生產製造的這個成本的複雜性 流程圖裡面有直接材料成本 直接人工成本跟製造費用的三大類 這三大類 一匯總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製造成本 而製造成本 其實也就是債製品成本 製造成本 就債製品成本 這個債製品沿著生產線 一路到了製造成本 還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 還在我們的 這個倉庫裡面 只有在銷售那一刹那 就有銷貨成本 你又賣多少就算多少的銷貨成本 這個銷貨成本一出來就有銷貨的收入 因為你東西賣出去了 銷貨收入 減掉銷貨成本呢 就等於毛利 毛利再減掉管銷費用 就得到了營業的盡力 本期的損進 到這個地方為止 用這個圖形來看 可能就會比較了解製造業的 成本的流程 那與成品的相關性來看的話呢 我們又分為 與製造的相關性來看 有製造成本跟非製造成本 與組成的主要成分來看 有主要成本跟加工成本 那製造成本就是前面提到的 生產成本三要素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跟製造費 非製造成本就是管銷費用 那如果以成本的組成來看 又有主要成本跟加工成本 主要成本是直接材料跟直接人工 這兩個加起來 是構成一個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 這個定義叫做古典經濟學來的 從150年前 有這個古典經濟學之後 當年的當時的製造環境裡面 直接材料加上直接人工 大概就佔了整個成本的50%以上 50%以上 所以它這個典型的一個主要的成本 到了今天為止 就自動化越來越盛行的時候 有一些特殊的產業裡面 它的製造費用裡面 越來越高 甚至高過了 主要成本的成分 不過這個定義還沒有改 就是主要成本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這個沒有變 因為大部分的產業 仍然還有這個現象 特別是重工業 基礎重工業 水泥業 鋼鐵業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加起來 仍然高過5成以上 加工成本是比較專屬 對於加工產業而言 什麼叫加工成本 就是材料不算 因為來料加工啊 材料不算 只有直接人工跟製造費用 這兩個成分叫做加工成本 因為材料本身沒有附加價值 透過加工 轉換成產品才產生價值 所以加工成本又稱為轉換成本 是直接人工加上製造費用 用一個簡單的圖形來看 製造成本跟非製造成本 製造成本是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跟製造費用 前面這兩者 成了主要成本 後面這兩個 變成了加工成本 OK 到這邊我們先下課休息10分鐘 等下再繼續 剛剛我們看到了這樣子的分類 那我們跟著下來啊 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綜合的一個資料 前面開上課的時候有提到 人事成本啊 事實上啊 沒有太大的情報價值 我們從這個表裡面做個整合的時候更可以體會出來 首先去看一下 直接材料加上直接人工等於主要的成本 然後間接材料加上間接人工加上其他間接費用等於製造 製造成本 主要成本加上製造費用等於製造成本 再加上 行銷費用跟管管理費用的管銷費用就得到 產銷的總成本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 直接人工 間接人工之外啊 在 行銷跟管理裡面還有行銷人員的薪資佣金 管理人員薪資 全部加起來都叫做 人事成本 所以人事成本是散布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其他的間接製造費用有租金有折救 在管銷費用下面也有租金也有折救 這些設備 廠房 放在管理部門的他的折救 租金當然都算是 行那個管理部門放在行銷部門就算行銷部門 所以這個地方裡面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唯一的可能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所謂的直接材料 跟 間接材料 它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同學可以馬上就可以體會一下 那個我以前在工廠做實習的時候 那個工廠是一個 賓士 卡車工 工廠 在這個賓士做卡車的工廠裡面 他那個卡車車身 還是要漆那個油漆的顏色 那通常也會按照 按照這個批次生產的概念 不可能這個卡車永遠只有一種顏色 比方說這個批次要生產500輛 所以這500輛是用紅色的 那後面呢生產完了以後呢 後面就會再補 比方說 300輛 是白色的 那這個工廠裡面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顏料槽 他當時我記得 他那個是 用所謂的 浸泡式的 顏料的方式 那現在的科技進步啊 很多都是用噴霧式的 來做 所謂的 用噴霧式來做 所謂的 上色 那這個車體啊 一個車體 它有一個 軌道 這個軌道呢 把那個車體啊 帶帶帶帶帶到的顏料槽 整個的 沁到顏料槽 這個車體沁到 還是繼續走喔 這個這個 這個 沉軸還是在走 一直走 走走上 離開的顏料槽的時候啊 整個車體的顏色就全部塗完了 也很特別啊 它並沒有跟表面 裡面不塗它全部侵在裡面 出來就好了 因為這個顏料槽的顏料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叫做防鏽 防鏽的功能啊 就不只是塗顏色還有防鏽 出來以後啊 就到另外一個 部門那個部門就開始 烘乾 把顏料烘乾 然後烘乾完了才會去做 表面處理磨砂 幹嘛之類的 那這個顏料槽 是一個 封閉式的空間 人都不能進去啊 它裡面全部都自動化 那個時候是1980年代 所以是快30年前了 那個我對這個 這個部門很感興趣 所以休息的時候很喜歡到外面看它那個 機器設備啊 那些運作啊 感覺到這個 人力的偉大 那個 問題就是 他到處都貼了那個 骷顱頭的照片 表示這裡面有劇毒 不是顏料本身而已 然後這個 假設這一批次 要做500台紅色的 顏料的車體 這個顏料的車體完了以後啊 他就會把紅色的油漆啊 把它放掉 完了以後開始 洗刷 全部都是自動化 化學的噴劑啊 這個噴劑洗刷了好幾道以後啊 整個的 換掉 噴洗完了 再把它噴 再把它裝上去 再來做 所以在噴洗的時候 這段時間 他只有兩個槽 另外一個槽就很 就來 繼續在運作 等到這個 噴洗完了 換到這個槽 另外槽開始換 好 輪流來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直接材料 是那個油漆 因為他直接漆到了 汽車上面 所以 油漆的耗料算是直接的材料之一 那那個 那個 噴洗的所有的這一些 所以這一些這個化學藥品 把那個 那個油漆槽把它噴乾淨 換新的漆的那些化學藥品 也是很昂貴的 這個就不是直接材料 變成了間接物料了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了解 它那個並不是 產品本身的材料 但是所有的間接材料或者是物料 都是輔助 生產 運作的順暢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沒有工廠 食物經驗的同學 也許對這些間接材料物料 有時候可能會 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在間接材料裡面 又有兩種不同的 定義 美國式的定義 就是在美式的教科書裡面 美式的定義 把小的零件 就算是構成了這個產品的小零件 當作間接材料 你們的Garrison的書上是這樣寫的 這是 我看到 大概都是以美國的參考書為主的時候的定義 那在德國的定義裡面 只要是構成產品的本身 不管它多小都是直接材料 不會變成間接材料 因為它的耗用 跟產量是直接產生關係 那假設按照美國的定義 這麼小的產品 那個都是小螺絲 都算是間接材料 那就根本沒有什麼材料了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 德國式的做法 比較精準 OK 你相信嗎 訓練 警衛安全 維護維修清潔這些支出 如果放的地方不對 都會影響到 企業的利潤的多寡 相關性 或者 更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成本 與公司的資產 是不是會混淆不清 甚至 會造成公司倒閉 還不自知 這個分類就很重要了 這就是下面的分類 下面的分類是說 一與收入配合的時間來分 分為期間成本跟產品成本 這兩種 如果這兩種分類搞不清楚 就會發生我們前面說的 也許我故意操縱利潤 而 外面人不知道 或者我一下子搞不清楚混淆了 倒閉的那一天我都還不知道 為什麼會倒� 期間成本什麼意思 期間成本基本上是 管銷費用 管理費用跟銷售費用 一發生 就立刻要報銷 它的 理論很簡單 我們做管理 是每天都要做 我們沒有辦法呢 一下子很努力的做一個禮拜管理 然後這個管理啊 可以繼續的延伸到下個禮拜 我們就不用去工廠了 它會自動會 繼續的把它這個 前面努力多做的 把它後面把它釋放出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每天都要做管理 每天都要做銷售 我不去拜訪客户 客户不會自動把單丟過來 所以管銷費用啊 你每天發生的錢 你每天都要把它 把它 把它扣掉 這叫做期間的成本 或者期間的費用 很清楚的 另外一種呢 叫做產品的成本 這個就不太一樣 這個產品裡面呢 有包含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製造費用 這些成本啊 它一直會累積 累積到什麼 累積到這個產品上面 因為它看得到 這個產品是有形狀的 把它所有的匯總到產品上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到了它要銷售的那一刹那 它才會從我們所謂的資產的部分 進到了我們的銷貨成本 所以產品成本啊 它在還沒有銷售以前 它是擺在資產負債表上 所以它是一個典型的 可以資本化的 可以資本化的一種成本 那上面的期間成本呢 管銷費用是不能資本化 這個期間發生就立刻扣掉 它沒有辦法 組存到下一個期間 它沒有辦法遞延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能資本化 而產品成本是可以資本化 只要沒有賣出去 都是我們的資產 只有在賣出去那一刹那 賣出去的那一刹那 這個產品成本 在那個期間 才會變成那個期間的期間成本 我們用一個圖形來看 我們的銷售那一刹那 就會有銷貨收入 以及銷貨成本 這個期間成本裡面 在發生的時候 管銷費用 就是它的期間成本 而產品的銷貨成本 只有在售出去的那一刹那 才是這個期間的期間成本 否則它基本上都是擺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所以收入減到銷貨成本等於毛利 減到管銷費用等到營業盡利 那我們再看資產負債表 當如果要生產的時候 然後我們投入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跟製造費用 這個就一直攀附在在製品上面 一直進到的製成品 只要它沒有賣出去 材料 在製品 製成品 都是我們的資產 也就是我們存貨的一種形態 只有銷售的那一刹那 這個銷售點 Sales of point Point of sales PoS 就在銷售的那一點的時候啊 我們才會把存貨賣出去的那個部分當作銷貨成本 OK這個圖形看完了以後 我們就先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如果把訓練的費用啊 東擺西擺會不會影響利潤 OK 台積電一年做5000億 台積電一年做5000億的生意 這個5000億的生意裡面呢 我們說千分之一做訓練啊 搞不好都還不足以形容 因為台積電是強調知識管理的公司 他們的訓練費用已經高達 應該是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的情況之下 好假設我們為什麼因為台積電 自己號稱自己啊 不是製造業 他們號稱自己是服務業 IC就是晶圓製造加工的服務業 他們的服務的程度到什麼程度呢 當 當他們的客戶把IC的設計圖交給了台積電之後 台積電的工程師會幫他去測試這個設計圖本身 符不符合 最有效率的設計 會替客戶設計出一個成本最低 功率最高的一個晶片 那這個 設計的團隊甚至比這個客戶還要厲害 所以他們已經變成了叫做服務 服務業了 那所以對訓練的支出是非常的重視的 假設做了5000億 一年呢 我們的支出是百分之一的話就是50億的 訓練支出 那這個訓練支出是由哪個部門來負責 人力支援部門 人力支援部門是管銷部門的管理部門 所以這個50億擺在這邊來不管你做多少錢扣掉50億 就得到盡力其中的50億的人力人士訓練費用 但是 如果我認為這個人士訓練費用的50億 是訓練工廠的 所以不應該擺在管銷要擺在工廠製造費用裡面的訓練費用 我就會把它全部挪到下面來 而台積電 每一年有30%的存貨 而這個50億啊 中間就有15億擺在存貨 他這個管銷費用 他這個生產銷貨成本裡面 只有35億的訓練費用 因此他的淨力 就會比原先的多15億了 這樣就清楚了吧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希望淨力增加的話 我們把那個保全啊 把那個這個什麼 傾物啊 清潔傾物 外包的 全部都擺在我們的下面 可不可以呢 我全部擺下來 只要有存貨 只要有存貨的概念 不管是5% 10% 30% 我都可以把它放在存貨裡面 我利盡力就會提高了 會不會這樣子 當然可以 一定會 只要你有存貨的概念 你一定會 剩下來就是說 合不合理 合不可以 按照會計的一般公認準則是不可以 我們必須歸屬到它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在這個時候啊 做會計帳的人要清楚 每一次的訓練費用 必須要依據什麼原則來分攤 不是 隨隨便便 都放在管理部門的 人力支援部門下面 也不對 我必須要按照它訓練的人力啊 從哪個部門來 來做區分 那假設我今天呢 下面做的全部都是工廠的員工 這個時候 我的訓練的費用 這一次的費用 就歸屬到工廠的藏物 那如果這次的訓練都是在業務 那就分到業務去了 如果這次訓練都有 30%的管銷人員 70%的工廠 那這次的費用就按照比例分嘛 所以這是一個合理的分攤 我曾經有一年在一個公司裡面 幫他們做廠訓 工廠的訓練 輪到我的訓練是整整一個禮拜 給中高階的主管 全廠的員工都在 那個大概有五六十位 那訓練完了以後啊 這個隔了很久 突然接到一封信啊 就是會計師事務所的信 這個不像是純正信函說 有那種法律效率 但是基本上也都盡量希望我們能夠幫他忙 他信任就很簡單 我只要勾選就好 他們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在某年某月 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 有一個訓練的課程 這個訓練的課程裡面 我的收費是多少 這個課程裡面 最重要就是說 他每一個班級的受訓的學員有多少位 以及這個學員 他大致 百分比 就是來自哪個部門的百分比 如果我不知道我就填 我就勾不知道 看到這封信我就知道 這個公司會有問題 因為會計師已經查到了那麼細 連上課的那個那個成員的分攤 大概都有一些 問題出現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擺在什麼地方 他會形成他的獲利的操縱 另外來講 老闆會不會發生了 就是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很漂亮 那看起來呢 銷售也正常 可是突然一下 會計部門跑來說 老闆老闆缺了兩百萬 缺口 台幣缺口兩百萬了 你今天下午有沒有辦法弄到錢 如果今天下午這兩百萬不弄到銀行去 壓進去的話 那張支票就到期 那到期的話呢 我們就 就跳票了 就開始危險了 我們 我們說跑三點半 因為銀行在下午三點半以前交換停止 如果我們沒有把三點半 沒有把錢壓進去 三點三十一分 誇張一點來講 我們的門口已經有債主 三點三十一分 他們的債主 從銀行探廳 錢沒有進去 三點三十一分 就一定要強調 多一分鐘就好 他就敲門進來開始 開始搬我的電腦設備 搬多少算多少 抵他的債 我可不可以叫警察來說 不准搬 我沒有辦法叫警察來 因為我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 所以瞬間倒閉 這麼嚴格來講 就瞬間倒閉 這叫做什麼 黑字倒閉 賬面上都很好看 為什麼會瞬間倒閉 到倉庫一看 滿山滿谷的存貨 存貨都是現金去換來的 可是還沒有辦法換成現金進來 我的現金出去換存貨 可是我並沒有換到現金進來 所以我在倒閉之前 我的現金已經缺口了 問題是 我還有 還有銷售 一般的銷售 只是銷售的速度 趕不上存貨的速度啊 所以要知道 黑字倒閉的意思 就是存貨累積太多 它是資產喔 存貨的資產 是我們看起來 很漂亮的帳喔 可是我們的公司 不是做存貨來活的 我們的公司做產品要賣的啊 當你賣的速度 賣低 賣的速度 慢於 存貨增加的速度 就很有可能 當這些存貨你是靠材料 要買材料進來的 當人家跟你要錢的時候 你這邊還沒有辦法換現金 而你錢付不出去 你說倒閉就倒閉了 所以 期間成本跟產品成本的概念 很重要 好像不太困難 這一刹那 同學聽到了 下一刹那以後 那就很簡單 我就知道了嘛 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同學 每一年 還有很多家公司 是因為這樣子倒閉的 就是因為那些老闆 有時候舒服掉了 我們現在講的很簡單 真的一個公司 產品上百種以上 那個 交易行為 一複雜 有時候看不到 所以在財務報表裡面 要強烈的依賴什麼呢 依賴存貨周轉率 現金 這個這個應收賬款周轉率等等 這些比例啊 來做管控 以免 失去了那個 權貌 我們再來看 依分配於各個產品的 這個這個方式來算 有共同成本 有單獨成本 跟聯合成本 共同成本跟單獨成本的意思 比較簡單 就這個產品 不管怎麼樣子 它 單獨的 屬於 某 這個成本 屬於某一個產品 比方說 單獨為這個產品 設計的包裝 單獨為這個產品 運送的運輸 單獨為這個產品 研發的費用等等 都叫單獨成本 共同成本就是 只要是包裝運輸 研發在兩個產品 以上的使用 跨過兩個期間以上的使用 都叫做共同成本 是指所有的設備服務啊 兩個以上的會計期間作業 兩個以上的產品或服務發生的 就叫做共同成本 大部分的成本都叫共同成本 單獨成本就是可以單獨分配到產品上 例如單獨的特殊包裝等等 聯合成本比較特別 聯合成本啊 它是意思是 比較特殊的用在一些 一貫作業或者說的像鋼鐵 從那個 從那個 鐵礦砂 石灰石 進到煉高爐 然後出來以後呢 才會分出去什麼 鋼捲鋼鋪 獻材等等 這些前面 在高爐前面 所有的成本 都是聯合發生的 聯合成本 如果這樣描述 還是不清楚啊 有另外一個更清楚的 那個更清楚的就是 序木業 到屠宰業 到所謂的這個食品業 這條邊裡面 我們去養這些 雞呀 牛羊 我們所 開始養 包括那個 養殖場 我們所有的設備 飼料等等 都沒有辦法去分 而是這些 動物啊 一起吃 吃到了什麼 吃到了可以載殺 一載殺下去啊 它有不同的 部位的肉啊 就 有不同的價錢 但是我們在前面 還沒有載殺以前 為了要養它 把它養大 所有的成本 都叫做聯合成本 對於一個 企業管理者來講 是不是可以最好把 最多的成本 花在最有價值的 那一塊上面 不能 因為它是一起長大的 沒有辦法 特別 特別的情況 要養特別的 所以 有些 根本就是 不值錢的 那些下角 你還是一樣 它在成長過程 還是耗用了 我們的聯合成本 除非 除非有一個狀況 就是鵝肝醬 那個鵝肝呢 是最有價值的 所以為了要讓 鵝肝的肝 能夠更 大更好 所以它那個 養殖的方式 就很殘忍 有特殊的養殖法 讓那個鵝 其他地方不長 就長肝 這在法國 是很有名的 那曾經我在電視上 看過那個報導 看完了以後 覺得太不人道 太可怕了 直接拿個 給它插到它的喉嚨裡面 那個鵝已經不能吃了 還在塞 塞那些特殊飼料 讓它 結果散殺之後 那個肝 比一般的鵝的肝 高 大到 十倍左右 所以同學們 不要吃這種東西啊 實在是太殘忍 可是它那個叫 聯合成本 就是在製造過程 會強迫產生的 多種產品的 連產品之下的 共同成本 另外是按照 依附現與否來分 這個分類其實很有趣啊 依附現與否就分為 附現成本跟 沉默成本 非附現成本 附現成本就是 凡是要用現金支付的 比方說要用現金支付的薪資 現金支付的房租 現金支付的購料等等 那沉默成本 就是我們當初 買這些設備 一次買完以後啊 成本就沉默在公司裡面了 然後 每一年雖然有 折舊 可是呢這個折舊 只是帳上的數字 原則上 這個錢 已經全部沉在裡面 這個沉默成本啊 又因為 是一種 承諾 就是我們 對人家 答應 我為了要 承諾 我的員工 我的客戶 我要做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丟了這樣子的設備 廠房機器 等等進去 所以沉默成本也稱之為 承諾成本 一丟下去以後很難再改 這是沉默成本 那依產品的生產的成本流程來看的話 這邊又再唯喜一遍 生產的投入包含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跟製造費用 那一投入的時候啊 變成再製品成本 他就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然後製造完成了變成製成品成本 還在資產負債表上 然後銷售出去了 這個流程 到了銷售的時候呢 有銷貨收入就變成銷貨成本 這邊有損益表 一直減到盡力 這是按照成本的流程分類 等於把前面的一些 再把它 做一個整理 跟著你相信嗎 都是成本 但是有一些成本 活蹦亂跳 有些成本不動無山 其實還要再加一句 還有一些成本呢 動如交渡 靜如觸子 你相信嗎 有這些成本的 性質在內嗎 這個就是下面的分類 以成本習性分 成本好像跟人一樣 有不同的個性 有的真的是穩重 不動如山 有的是活蹦亂跳 這個等等 有的就是 有的又不動 有的又動的等等之類的 這些我們 是依什麼呢 依作業量來分 比方說一個機器 它是生產的機器 材料丟進去 然後這個 開關一開 它就生產了 那開關一開 就這個材料就一直耗用 一直在生產 一直在產生 這個就叫做 變動的成本 隨著產量的變化 而成正比例變化的 叫做變動成本 而這個機器 設備我不生產 我擺在那邊 它也會有 折舊 生產呢 它也一樣的折舊 它不會因為生產 它就折舊 變少變多 它折舊是固定的 所以 折舊的成本 就是固定的成本 它產量有沒有 沒有無關 就算不生產 折舊都在那邊 所以 固定成本是 不依產量變化而變化 變動成本是 隨著產量的變化而改變 那產量越多 它的成本越高 就是變動成本 固定成本 那 混合成本是一個 特殊的成本 它有固定的 成分在內 也有 變動的成分 那水費 電費 這種有基本的 匯率的 通常都是 很典型的 所謂的 混合成本 混合了固定跟變動的 所以如果我們清楚的知道 它的固定額度 我們也知道 每一度的用電 這個混合成本就很容易區分出來 兩個部分 那不過要注意到 就算是電費啊 這種那麼典型的 它都因為 它的 離風 尖風 用電的不同 就是匯率有 非常不多的 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 同樣在用電的時候 我們已經不清楚 每一度電的 變動匯率 也不清楚它的固定 額度的一種標準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稱它為 叫做 混合成本 我們需要透過另外一個 技巧叫做 習性分析 把混合成本區分為固定跟 變動的部分 OK 變動成本是隨數量變化而變化 那固定成本是 特定期間內 有關範圍內 成本不隨數量變動而改變 所以固定成本 還要加上兩個 特定期間通常只一年 有關範圍 這個有關範圍 強調 我們在工廠設立的時候 我今天如果想要生產塑膠鞋 所以我去買了 這個機器設備 我會先預估 預估每一個月 可以賣100雙 那一個機器 每個月 可以生產10雙 所以我就會買10台機器 這個10台機器買來以後啊 這一年叫做特定的期間 這一年內我預估不會改變了 有關範圍就是這100台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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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鞋的產量 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訂單增加了 增加到第120台 我都還不需要 購新的設備 我用原來的10台 設備啊 拼命的24小時加班 還可以衝到120 120雙的產能 除非超過120雙 我就要買新的設備 一買新的設備 整個的產能改變 固定成本也改變 所以我們在這個特定期間 有關範圍內 我們的固定成本 是不變的 所以在120雙以內 同樣道理如果訂單 少於 80雙呢 如果訂單 少於100雙 我們還可以忍耐 就是輪流稍微多休息一下 多維修一下 可是如果訂單 少於80雙 我一台機器可以做10雙 我有10台 我現在已經 訂單只有60台 60雙 我其實多出4台 我那個產能 是不是要改變了 基本上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每一個老闆碰到這個現象 不管是 產能 需要增加還是 產能需要減少 都是困難的決定 那假設如果產能 低於80雙 我就可能在思考 這個現象如果是持續的話 我要把多餘的機器 是賣掉 叫做 觸置 閒置的資產 所以我們所謂的 有關範圍 是指我這個產能 標準是100雙 可是有關的範圍 80雙到120雙的意思 了解了這個狀況 就不會不太難懂了 這叫做固定成本 在特定期間 及有關範圍內 成本不隨數量變動而改變 跟著是混合成本 這個混合成本的內容 就有固定跟變動兩個 部分組成 那因為有固定有變動 所以有的書上稱它為 半固定成本 或者叫做半變動成本 都可以 先看看變動成本 變動成本是說 成本隨著 數量變化成正比例 這個時候又分為兩種性質 工程性變動成本跟 任意性的變動成本 工程性的變動成本 就像是一般我們所謂的 正式的變動成本 它是有點 像工程 那個樣子的一個精準度 就是它的投入產出之間 有非常緊密的 相關性 在這種成本之下都是以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為主 這個成本我們可以用 彈性標準預算 及成本差異分析 來規劃與控制 另外一種 任意 變動成本呢 它是依著管理政策而改變 比方說公司裡面認為 這個要決定 這個 研發的支出比例 研發支出比例是依照什麼呢 依照所謂的 營業額的 百分之千分之一 或者淨利的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或者反正有一個標準 這樣子的一個 研發比例啊 它是變動性質的 但是 我們呢也不清楚 到底啊 基準在哪裡 因為它的營收也好 毛利也好 一直在變動 所以我們稱之為 任意性變動成本 而且它是以公司的政策為主 這個基本上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上面 那這個部分要幹嘛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用整體預算 來做規劃及控制 那這邊是一個 一個圖表 在這個圖表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工程性變動成本 跟任意性變動成本 之間的 不同的 比較 比較重要的就是 看最後那一個 不確定程度 在工程性變動成本裡面 它的不確定程度比較小 在任意變動成本很大 基本上也找不到任何標準 跟著下來看這個圖形 圖形出現的時候啊 我們可能要注意到了 管理會計啊 以後就會一直面臨到 圖形的 要求 這個圖形的意思就是指說 我們盡量希望能夠 把一個複雜的案例啊 透過圖或表來表達 來表示 就是他們的關係 所有的以後的看到的成本圖啊 它的重坐標 都是錢有關 它的橫坐標都是跟量有關 那左邊這個圖呢 是一個經濟學上的一個變動成本的圖 看中間那個紫色的曲線啊 這紫色的曲線一開始的時候成本快速的增加 然後慢慢的緩慢的增加 到最後又快速的增加 這是成本的 經濟學上的 成本函數 那我們會計學呢 會希望取它的中間那一段有關範圍 變成我們 右邊這個圖 直線形的 當如果產品是零的時候沒有任何成本 當產品 開始慢慢增加 成本也慢慢成比例的增加 這是右邊這個圖 那我們再用一個簡單例子啊 同學如果都騎過摩托車的就知道 摩托車的耗油 應該是跟它的這個公里數有 直接相關 類似變動成本 那可是我們那一開動的時候啊 這個要啟動從停止要開始啟動的話那個耗油量很大 因此它的變動 就會變得很快 當我們騎到了40公里以後啊 很穩定的情況之下也不要急煞車或急加油門 它的耗油量是很標準的 等到騎了一段時間啦 那個 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我把油門啊 開始衝壞 讓它從40公里飆到七八十 明明飆不上去還在飆的時候那個耗油量會急速增加 或者說我們騎騎騎騎騎了 等它預計來講說騎個半個小時就好 一直給它騎了兩三個小時 油都快騎光了 因為後面的機器設備 不耐磨的話 它的耗用也會增加 這樣子的一個磨車的概念 套到工廠的機器設備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說變動成本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固定成本呢 固定成本它是 所謂的這個 在 特定期間有關範圍內 不隨的成本變化 這又分為一個既定固定成本跟 這個任意或者說是可規劃固定成本 既定固定成本也是我們最主要的成本 通常是以 折舊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分析 然後以資本支出預算來控管 下面的任意固定成本 或者可規劃固定成本 類似像廣告 員工訓練費用 舉例來說 公司上半年做得很好 因此大賺 老闆決定下半年 假如多賺一千萬 老闆說再撥個三百萬 下半年度再打廣告 這個下半年度再打廣告 跟廣告公司一簽約下去 它就固定不變了 就算是下半年 銷售不好也不能還回 說不做了 不可能的 所以 任意固定成本呢 基本上都用專案預算的管理概念 來進行控管 我們的圖形來看的話呢 左邊這個圖形呢 就是在有關範圍內 這表示說這個不是量的 這應該是年 比方說第1年第2年第3年 每年都有一個額度的增加的資本支出 變成有關範圍之以一年為準 那如果這個年度內 水平的右邊這個圖啊 水平的這個 黑色的線 這個結局之間 他們就算是固定成本 我生產零個 到多個 它都是一樣的 那個這個額度 混合成本 就是指在有關範圍內 這個成本雖然會跟著產量變 但是不規則 而且沒有一個 那個那個方法來了解 表示 它的變動是不規則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變動成本般 所以需要利用 成本習性的分析 來瞭解 那這個 混合成本的項目 繁多 類似 水啊 電啊 維修啊 間接 人工什麼 大部分都是 混合成本的形態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圖形 IC的設計晶片的時候 他跟 美國的高通 這個 買了專利 這個專利比方說 你生產第1片 到第1000片 每一個要付給我3塊美金 第1001片 到第5000片 從3塊美金 跌到2塊5毛美金 5001片 到1萬片的時候呢 又跌到了 比方說2塊美金 以此類推 因此呢 它是一個變動的 隨著量的增加會變化 可是它又有結局 一段距離一段距離 就現在類似像這種 階梯式的了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再做一個整合 變動成本是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固定成本是 折舊 租金 固定人員薪資 這個地方要注意到 折舊是沉默成本 租金 固定人員的薪資 叫做固定的 付 線成本 固定 負線的成本 那混合成本就是 所有的其他 非 這些的以外的 都叫混合成本 那我們再用一個圖形來表達 用總成本的概念 這邊要注意到 總成本跟單位成本的概念 不一樣 總成本的概念裡面 公司生產某一個產品 每單位變動成本200元 生產的總固定成本100萬 生產5000個單位的時候 我們就拿每一個單位的200塊 乘上5000個單位 得到的總 變動成本 再加上總固定的100萬 總成本是200萬元 那如果把生產量 Double一倍 成本會不會Double一倍 如果生產5000個單位 到生產10000個單位的時候呢 如果是成本也Double一倍 好像很合理嘛 因為你生產增加一倍了 但實際上不會的 因為總固定成本不變 所以我們生產10000個單位的時候 拿200塊的單位變動成本 乘上10000個單位 加上總固定成本的時候 它的成本不是增加一倍 而是從200萬變成300萬而已 所以我們用一個圖形來看 就更清楚了 在這個圖形裡面 紅色的線 是變動成本 黑色的水平線 是固定成本 總成本就是把紅色的線 往上挪到藍色的這個位置 變成了總固定成本 加上這個變動成本得到總成本 5000個單位的時候 花一條線上去 連到總成本過來是200萬 10000個單位的時候呢 變成300萬 所以它的公式就是 總成本等於總固定成本 加上總變動成本 等於總固定成本 加上單位變動成本 乘上總產量 很清楚吧 沒有特別的困難 那總成本的概念不重要喔 真正比較起來 單位成本的概念更重要 因為我們 去賣東西的時候 不是拿總成本去賣 我們都是算單價的 所以每一個單價裡面的 單位成本 也要把它清楚的了解 那以單位成本角度來看的時候 這個例子就更有趣了 同樣的例子啊 每一個單位的變動成本是200元 生產的總固定成本100萬 我要強調一點 單位的 變動成本啦 我生產這一支比 材料比方說是100塊 我生產下一支比 材料 理論上 還是用到100塊 我生產第100支 這個比 材料還是100塊 大家知道吧 當然你說 買了100個 材料的價錢 會不會有折扣 那個折扣不管他 以單位材料的 用量標準 應該是一致的 那因此 成到單價 如果這個價格 也是用標準的 材料成本的單價 他的 單位 變動成本 是不變的 每一個單位的變動成本 都不變 就是因為單位 變動成本 不變 我們才可以 設計標準 來控制 OK 所以說我們的 單位的 變動成本 是200元 我們的總生產的總固定成本100萬 跟剛剛那個例子一樣 生產 5000個單位的時候 他的單位成本多少 我們當然拿 每一個單位的成本 200塊錢的變動成本 加上 總固定成本 100萬元 可是現在生產5000個單位 每一個單位 攤多少呢 就拿100萬除以 5000個單位 每一個單位攤200塊 所以 單位固定成本 單位變動成本200 單位固定成本200 所以單位成本400 那如果生產到 10000個單位的時候呢 很快速的可以算出來 他的單價 單位成本 從400就極速的降到300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量產效應 我們在企業管理裡面 強調的量產效力 量越多 可以把成本往下壓 這也是鴻海集團最拿手的 OK 這是用單位的概念 看看單位成本的圖形 單位成本的圖形 跟剛剛那個看的不太一樣 這個 水平的 這個黑色的軸線 這個200的單位的 這個變成單位的變動成本 單位的變動成本 不隨著量的變化而變化 它是不變的 單位的變動成本 可是單位的固定成本 就很有趣了 這個紅色的斜下來的線 是單位的固定成本 它為什麼 本來是固定不變的 為什麼變成單位會變呢 因為它要攤體 所以 當我生產量越少 攤的 就越多 單位的固定成本就越高 生產的越多 攤的就越少 單位的固定成本就越低 一個都不生產 是零的時候啊 固定成本沒有地方攤 變成無限大 它不會連到這上面 你沒有地方可以攤了 所以單位的固定成本 是隨著量的增加 攤體的關係而減少 是隨生產量的減少 攤體的關係而讓單位 固定成本增加 那上面的藍色線就是 總單位的成本 單位總成本 就是 黑色的單位的 變動成本加上紅色單位的 固定成本就得到 藍色的單位成本了 它的公式單位成本 等於單位固定成本加上單位 變動成本 等於總固定成本 除以總產量加上單位 變動成本 好了現在要做一個總結 這個變動成本固定成本 所謂的一 所謂的與生產量的關係 而區分的固定跟變動成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跟我們前面 這個期間成本跟產品成本的 重要性是一樣的 甚至可能更重要 所有後面的 管理會計的章節 都奠基在這個 變動跟固定成本的分類之上 同學務必要了解 如果是以總成本的角度 我們號稱一般的變動 或固定成本 是以總成本的角度來看 所以以總成本的角度 變動成本是 隨著產量變化 而改變的成本 當產量越高 變動成本就越多 產量越少 變動成本就越少 固定成本指的是 不隨產量變化而變化的成本 它 不變 量增加或減少 它都不改變 如果以單位成本的角度來看 單位變動成本是 不變的 它不會隨著量的變化而變化 那單位的固定成本呢 因為攤體的關係 隨著量的增加 而降低 隨著量的減少而增加 繞口令 會嗎 總成本的角度 再念一遍 總成本的角度 隨著量的增加而增加 隨著量的減少而減少 是總 變動成本 不隨量的變化而變化是 總固定成本 單位成本的角度啊 單位變動成本是不變的 不會隨著量的增加減少而變化 它是不變 單位的固定成本 因為攤體的關係 當量增加 單位的固定成本降低 當量減少 單位的固定成本增加 OK 會背 會背的話就 這個就成功了 不會背沒關係 你至少要理解 你至少要自己呢 回想的時候 你清不清楚 從總成本跟單位成本角度 這兩個概念 如果能夠很順暢的練出來 那基本上 就至少 對這個 變動 與否的概念就了解了 OK我們先下個休息10分鐘 想要再繼續 我們看到的成本有三大類 有三大類 變動的 跟控制 我們在做控制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固定成本基本上是無法控制 一個機器廠房設備的 投入 買下來以後啊 它基本上 就已經沉默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 短期上很難控制 通常是長期控制的領域 因此 短期控制的重點 就擺在 變動成本的項目 向下面了 那依產能的標準 變動成本 可以 設定標準 而且 變動成本的標準啊 我們是有把握的 就像材料的好用 人工的好用的 有把握的 那把這個變動成本 的標準 跟實際發生的成本 去做比較 就會有差異 這個差異分析跟差異管理啊 就是我們短期控制的 核心 重點 那控制與否 還欠得到兩個變數 一個叫時間的長短 我們一般而言是以 一年的營運期間為準 那個在總體經濟學裡面啊 我記得有讀到過 就是他也有一個 成本的概念 當如果時間 拉到無限長的時候 每一種成本 都是變動成本 沒有什麼千秋萬事不宜啊 這種的這種道理 滄海商田啊 原來的 那個海裡面都可以 變成 所謂的 陸地上的 我們的 學校後面有一個 柴山 同學去爬那個 柴山的時候 可以告訴各位同學 不過才幾萬年以前 柴山是在海底 他那個沿路上去 全部都是貝殼 礁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礁石啊 海裡面的礁 珊瑚礁啊 這個我是爬了20年了 非常親切 那個曾經是海底的 所以沒有 不變的 如果時間拉到 無限長 沒有一個 是不變的 好 這個就是 一年時間 所以一年時間內 才會區分為 變動固定 等等 那另外呢 位階的高低 越高的人 其實 所有的成本 對他來講 他都必須要負責控制 我們有了這兩個之後啊 我們就看了 高階主管 最重要的控制是 是固定成本 他全部成本都負責了 但是呢固定成本是他最主要的負責項目 一個 重大設備的投資決策 不是中階幹部更不是基層員工 是高階的主管 甚至老闆的職責 所以固定成本是由老闆來負責 混合成本呢 通常是由中階幹部 因為他需要區分 同時需要有一些策略性的管理 所以中階幹部來負責 那變動成本 當然都是由基層員工 買負責 控制 控制重不重要 如何做到控制啊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啊 這個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個沒有控制的管理 都不叫做管理啊 因為我們的管理啊 他的功能就是 規劃組織領導控制 最後那個叫控制 叫收尾 所以我們在 這個管理的領域裡面啊 控制基本上其實是 整個的 工作項目的最後的 匯總的 分析跟 這個管理啊 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我們再來看 公司裡面啊 這個雖然說有這樣子的一個分類 但是啊 隨著公司的特性 管理的不同 有不同的分類的方式 這個是2000年做的一個調查表 很有趣的把美國跟日本的公司來做比較 我們在傳統上面生產線上的員工通常是變動成本 在美國把生產線上的員工當變動成本的 是有86% 還有8%當固定 甚至還有6%當作混合成本 那日本呢在2000年那個年代裡面呢 生產線上的人工當變動的只有52% 還有43%是當作固定成本 生產線上的員工居然接近一半 還把它當作固定成本 是因為 日本是一個當年度還在講究 終身僱用制的一個國家 在終身僱用制的國家的概念之下 所以他呢認為固定成本呢 就變生產線上的員工 把它當作固定成本有43% 我相信這是2000年做的 那2000年做出來的應該是 1998年 97 98或99調查的 那今天來講 已經是15年以後了 如果今天來做調查 相信日本對變固定的概念會降很低 因為現在他們也不再講究終身僱用制了 另外折舊 折舊在日本企業都是用100%當作固定成本 在美國啊 居然只有92%當固定成本 居然還有1%的企業把折舊當作變動的成本 7%當作混合成本 混合成本我還比較容易理解 當作純變動的只有一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把折舊當作純變動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今天如果是運輸交通業啊 我們的卡車 比方說一台100萬 然後預計用10年每年10萬 這是一個設備 它的折舊就是固定了 這是純固定成本 但是我也可以先預估 只要我預估合理有依據 會計師也會同意 國家的財稅單位也會同意 什麼叫依據 我這部卡車我預估我100萬買來 總共可以開50萬公里 那平均每一公里攤兩塊 所以我第一年可能會開3萬公里 第1年開5萬公里 50萬公里太高了吧 我先假設第1年開6萬公里 第2年開5萬公里 第3年開4萬3000公里 以此類推 我就用每公里兩塊來做折舊 這個時候就 就從固定變成變動了 大家知道它按照使用的那個公里數來算 這個是比較少數的 那其他的成本的變化呢 包括試車成本 品管人員成本 可以看得出來兩個 國家的管理 文化不同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這個資料 所以從這個資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成本的分類裡面 按照食物跟策略管理的來源不同 國家不同 會有不同的比例 另外每一種成本 它不是只有單一屬性 它有的時候同時 可能可以有很多種屬性 我們這邊從這個圖表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左邊這一列呢 我們強調的是從材料 人工 領班的薪水 電力的耗用 以此類推 到最後 自由廠房的空間 它的市價租金 橫的這一列有不同的成本的範圍 包括 總 變動成本 總固定成本 期間的成本 產品的成本 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跟製造費用 還有所謂的 用產品的概念來講 直接的 產品單位成本的概念 有直接成本 間諜成本 沉默成本 跟機會成本 我們找一個 最多的例子 這邊有佔四個的 機器的設備 折舊 每一年 十萬塊錢 它基本上 是一個固定成本 也是一個 間接製造費用 也是間接成本 也是沉默成本 所以用這種角度來看 每一個成本的項目 同時之間 也許有 不同的屬性 種類 所以我們再來看 品質成本的 這個概念 品質成本 是一個 蠻重要的概念 品質成本 要了解這個 品質成本之前 而且先了解一個叫做 一致性品質的概念 一致性品質 什麼叫一致性品質 每一個消費者 他在買 產品的時候 不管任何產品 他都會有一種分析 他在快速的分析說 我花這個錢 買這個產品 值不值得 比方說 比方說 礦泉水 這個10塊錢的礦泉水 我們去花10塊錢 去買一瓶礦泉水 我們會認為 10塊錢算便宜的 一般的礦泉水 大概是15塊 所以我花10塊錢 去買這個礦泉水 我對這個礦泉水的 要求不高 解渴就好 因為他很便宜 這叫做一致性 我對這個礦泉水的品質 要求也不高 我今天如果花的是 30塊錢買這瓶礦泉水 我就會去期盼 這個礦泉水裡面 應該有 特別的好的味道 當然不是 加糖 他應該是很純的 或者說裡面有非常多的 這個礦物質啊 什麼東西之類的 甚至 期待 這個我花了50塊 去買這個礦泉水 這個礦泉水 應該是從法國 阿爾比斯山空運來 給我喝的 先不管裡面有多少細菌 大腸菌 至少是從法國 阿爾比斯山來的 從北極冰山來的 有沒有都有啊 有的號稱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種叫做 一致性品質的概念 我花多少錢 我期待這個品質有多少 可見的這個每一個消費者 對品質都有他的認定 那因此對製造業來講 製造商來講 對廠商來講 是如何拿捏 消費者認定的 一致性品質 就很重要了 因為這裡面的品質 後面都是成本的概念 所以我們說什麼是品質成本 牽扯到一個產品的 品質的良域 也牽扯到消費者 對他的認知 所以品質成本在這邊 會做一個分析跟介紹 首先跟品質成本來講 有兩大類 四個概念 一個就是失敗的成本 一個就是預防的成本 失敗的成本又分為內部失敗 跟外部失敗 預防的成本又分為 預防成本跟 鑑定成本 預防成本跟鑑定成本 這個合起來就叫做總品質成本 如果光看名字 應該就可以了解了 內部失敗成本指的是 在生產線上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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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做到還沒有交給客人手上之前 就是還沒有出大門口之前 我們就發現失敗的 叫做內部失敗成本 外部失敗成本 比較慘 東西做了交到客戶手上 被發現了失敗 這個失敗成本呢 就包含了客戶推薦 我們還要去拿回來 還要修改 甚至呢還造成客戶的 不滿 所謂的傷癒的損失 甚至呢傷害 用到不好的產品 傷害控告我們 訴訟的損失等等 都叫做外部失敗成本 好內部失敗成本是在 還沒有交到客戶之前發生的 這些停料不合格 瑕疵品重做品質引起的停工等等 都叫內部失敗 外部失敗成本是交到客戶手上 被發現而退回的 包括產品召回 保固修理 資患法律輸送等等 這個在很多的汽車產業時常看到 報紙一打開 Toyota Korona 什麼 2005年 前做的 全面召回全球 可能要召回 150萬輛 公司預估損失 20億美元 時常看到這種 這就是外部失敗成本的悲慘的例子 OK 那如果 為了避免失敗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就要做 我們要做預防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鑑定 鑑定是來檢查 整個 整個的作業流程 整個作業流程裡面 從材料進來的檢驗開始 保單的設計 都讓這樣子的一個失敗機率降到最低 我們其實在某一些我剛剛臨時又想到一個 活生生的例子啊 這也是在這個 醫療產業裡面發生過的 在這個作業流程的 失當之下 把那個 藥拿錯了 讓小孩子 吃藥吃錯死掉了 這個失敗成本就高到不可以 一個人命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預防成本 跟鑑定成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前段時間 心臟移植 到現在還在打官司 那個台大醫院 結果拿到了 這個愛滋病的那個感染的心臟 整個流程居然沒有一個把關 然後到最後呢 移植到人家的病人身上 你說怎麼辦 到現在怎麼辦 還要再把它拉出來 這個不像機器設備的 轉換了 你心臟已經轉過去 再把它開心再拿出來說 我再幫你等換一個 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都是那個 流程過程中間的 疏失而造成的 OK 所以我們 預防跟鑑定成本如果越高 投入的越多 我們的失敗成本 理論上會越低 那反過來 我們預防跟鑑定 不做的話呢 我們的失敗成本會越高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一邊的成本支出高 就會讓另外一邊的成本低 反過來另外一邊成本 如果高的話呢 這邊成本就會低 這種圖形 這種模型 模式 在管理 領域裡面還很多 我們就看下面那個圖形 這是鑑定成本 跟預防成本 我們看這是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很特別 縱軸還是所謂的 金錢 橫軸不是數量喔 叫做一致性品質的良率 就是我前面講的消費者 對我們這個品質的認定 OK 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 我們的藍色的線 叫做失敗成本 內部跟外部失敗成本 紅色的線是預防跟 鑑定成本 這兩個線啊 假設 我們的預防跟鑑定 花了很多的錢 這個線就很高 那我們的失敗成本就很低 當如果我們這個 預防跟鑑定錢 花的很少的時候呢 我們的失敗成本就很高 所以這個錢是一定會 同時發生的 不會說 這個發生 這個不發生 這個不發生 只是一個高 另外一個就低 一個低另外一個就高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上面藍色的 總品質成本 總品質成本 是預防 鑑定 加上失敗成本 得到的 這總品質成本呢 也是從高 到低到高 我們一般來講 企業會尋找一個 叫做 最逝品質 成本管理啊 就是找這個點 這個點一畫出來啊 成本最低 而且 預防跟鑑定跟失敗 做到最適當的組合 我多做一點 預防跟鑑定 就會少一點 失敗成本 但是總成本 會高過這個點 這是贏最適當 就是最低點 不過 這個最低點了解了 又收話 又幹嘛 它這邊不是 標準答案的 標準答案是 一致性品質的概念 這個點延伸出去 固然找到了 但是消費者 認不認可 這個點 在這個品質的 條件之下 如果消費者覺得 物超所值 真的品質 好好 我們就算到 如果在這個點之下 我們的成本 認為花的最低 可是消費者認為 這個品質 不滿意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硬的頭皮 把預防跟鑑定拉高 讓失敗降低 雖然總成本高了 但總比消費者 不認定要來的好多了 所以這個圖形是一個 参考圖形 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稱之為 叫做品質管理的 一個基本概念 那製造業的品質成本 跟服務業的品質成本 是不是一樣 製造業的品質成本 跟服務業的品質成本 是不是一樣 這也很有趣 如果要探討 服務業的品質成本 前面強調都是工廠製造的生產 那服務業呢 當然比較例外 服務業就是 一對一的服務 所以服務品質 搞不好 比製造業的品質的要求 還要高 只是服務業啊 這個品質的概念 有時候很難 看得出來 服務業的品質 像我 讀過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就很有名 瑞典航空公司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說 瑞典航空公司 做過一個調查 假設 一個從來沒有去過 瑞典航空公司 買過機票的人 他剛好 趕上 趕到 瑞典航空公司的櫃台 去買瑞典航空公司的機票 因為當初 他們的飛機 不是世界主流的飛機 去跑去買 這些機票的人 通常都是在 主流向美國的 聯合航空 買不到票的時候 才會衝到 他們那邊去買 那買完票以後 可能也下次不會再來 為什麼 因為他下次還會做 主流他熟悉的 飛航空公司的 班機 那因此就想 做個研究 有沒有辦法 讓消費者留下好的服務品質的印象 變成瑞典航空公司的客戶 結果委託顧問公司做了以後發現 前7秒鐘 是一般消費者 對你的服務 會不會產生印象的重要關鍵時刻 前7秒鐘 那以前瑞典航空公司的 管理的方式 幾乎都沒有在前7秒 都忽略這個黃金前7秒 既然發現這個以後重新調整 櫃台小姐 一碰到客人來的那個 第1秒鐘的印裂到第7秒 就要讓客戶 對客人 感受不一樣 如果他有很好的感覺 在這一刹那之間 他會發現 我以前在做美國聯合航空 從來沒有過 這個小姐 他就會開始 從這個7秒延伸到下一個7秒 下個7秒 一直在重 一直在重視這個服務 到後來就反而變成 瑞典航空公司的主力客戶了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服務業的客戶 滿意度啊 或者說品質啊 有的時候真的很難拿捏 也不清楚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 從這個前7秒 大家有沒有回想到 我們每天其實都在接受 這樣子的一種服務 而且我們很多人已經習以為常 不太清楚 對我來講是很清楚的 我小的時候沒有那種服務 等到我 從國外 第一次回台灣的時候啊 發現台灣有這個服務了 可是我到了 國外的時候就看到了 這種服務 哪一種服務 麥當勞的服務 你進到麥當勞 一進去 歡迎光臨 對不對 我是故意這樣學他們的 如果我這樣子講的話 我的主管 當場會把我發芽掉 你的聲音不帶感情 要歡迎光臨 而且嘴巴要笑到一個不能再笑太大 這個全部都是在前7秒做的 請不要忘記 麥當勞早在50年前就已經發現了 他可以做到全世界的服務業 一種明明不怎麼好吃的東西 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大 你可以想到 標準化一字化清潔 固然是他的優勢啊 但是也不要忘記他對服務的要求 所以你們是從這個服務出身長大 你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我們早期在台灣的時候 不是那樣子的 是後面那個才慢慢引入的 國際上的這種服務 才會把 我們台灣的 餐飲業的服務 才慢慢的改善 我的小時候啊 去吃飯的時候啊 廁所在旁邊 我們都不會覺得困難 大家都從小這樣吃大了 等到後來這個國外的 有 優良環境跟清潔衛生的餐餅 進來的時候 大家才發現 喔吃飯其實可以乾淨的 可以什麼的 慢慢慢慢到今天才改善了 幾年了 三十多年了 這是要感謝 感謝這些西方國家的標準 也是服務品質的標準 所以服務啊 服務業啊 一樣很重要的 服務業一樣有內部失敗跟外部失敗 這邊寫了一大堆了 我簡單用個例子好了 我們今天到了一個 那個賣冰水的店 跟他說老闆我要來一個 檸檬愛玉 哈這個檸檬愛玉做做做做做 結果做完了以後呢 送到那個櫃台後面後台在做 那個那個小姐一拿起來 林一看不對上面寫了一個 叫做梅子綠 哇這個趕快發現 拉下來說檸檬愛玉馬上來回頭說 梅子綠做錯了 趕快檸檬愛玉 這個叫做內部失敗成本 那個消費者還以為還沒做好再繼續等 如果說做好了出來了 我一喝啪一擦一喝 梅子綠呢 不是我要的檸檬愛玉 糟糕了 這個梅子綠 賠了賠你 因為我已經插進去喝如果還沒有看到 他一把抓回去放著再給我一杯 這一杯搞不好下一個人還可以用 如果梅子綠 梅子綠還賣得很好的話 這就是一種外部失敗被我發現 又插進去以後他不能再換 他就送我另外一杯 插進去喝喝喝喝到完了都發現 你們一隻蟑螂還在游泳 還沒有死掉你怎麼辦 這個失敗成本可來的大了 我跟你講 這下不可散了如果你又是連鎖的這種 冰果賣 都不得了 所以 內部失敗外部失敗就在這邊了 那如何預防呢 我們說預防跟鑑定 鑑定成本就是講的 我們一打一打那個一定那個 檸檬愛玉進去啊 就有一張單子打出來 這張單子打出來就放到櫃台 放到櫃台的時候呢 要做這個檸檬愛玉之前用嘴巴喊的 檸檬愛玉一份啊 然後這個 聽的人就講要附送檸檬愛玉 這是要訓練的 這是要鑑定 檸檬愛玉做做做做完了 交給他的時候要再唸一遍 看單說檸檬愛玉看看交給那個 那樣看完檸檬愛玉再交給櫃台 櫃台交給客戶 經過三個人六隻眼睛看完應該不會有錯了吧 這叫鑑定 那預防呢就是訓練 訓練的時候這個流程裡面 如何讓員工心甘情願去接受這樣子的 而且充滿了喜悅的心情去這樣喊這樣做 然後大家很認真的去注意 這就是訓練成本的 所有的這一些 都是服務業的 呃 性質跟 製造業其實很類似 只是製造業比較容易量化 服務業有的地方很難量化而已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品質成本跟企業的相關性了 我們可以看到 書上有寫 一般品質成本大概是10%到20%左右 那個交給書裡面還有分的 這個成本分類表 我不拿我的書了 這63頁裡面對 四大品質成本的分類啊 密麻麻的做的很詳細 這個還不夠好 後面還有一個67頁的報表 這個報表很重要 以及68頁的報告 68頁的報告是一個統計表啦 他把它濃縮成統計表 我在15年以前 就跟我的博士生啊 曾經呢 要做品質成本的調查 當時 找了很多企業 都是日系企業 但都不肯合作 最後找到了機車 就是那個 摩托車 包括光陽 包括 那個 本田 包括那個 那個 YAMAHA 三頁 那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博士生有認識 他們 那個 那個公司裡面的高級主管 所以給了我們一些資料 這個資料都跟67頁68頁的資料一模一樣 那個 所以那個是品質成本的報表 這個品質成本的報表 不是要告訴我們說 是不是標準答案 而是說 他按照 品質成本 花費的這樣子的追蹤 當我們的預防跟建立成本增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馬上對應出來看 我們的失敗成本是不是降低 如果有降低的效應啊 那表示我們的增加支出是值得的 跟著看看品質成本與企業的關聯性呢 企業文化跟學習的效果 特別是學習的效果 當一家公司 大家都很認真做品質的時候 這樣子會形成一個企業文化 然後也會增強 學習的效應 當如果我們去到一家公司 大家都在那邊吃喝玩了 老闆不在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那邊聊天啊 幹嘛打 普克牌啊 上網去 什麼什麼什麼 之類的 老闆一來大家認真的 你進到這家公司 你想認真工作也都很困難 這就是一個企業文化跟 學習的效應 在這邊我舉一個簡單例子 當年回台灣的時候啊 這個台灣也正在強調品質成本的概念 那有一次在一個研討會碰到一個東 東海大學的教授 這個是劉日的教授 他在那邊談談談 日本那個品管圈很有名 台灣也大量的引入了品管圈 什麼叫品管圈呢 生產線旁邊 有一個品管圈 啊 這個 這個Quality circle 品管圈在做什麼 在做品質的管理的 這個統計分析跟控制 來調整 這個 一看到我是劉德的 德國的產品好像也不錯嘛 我就 笑笑跟他講的 Made in Germany Quality is good 這個大概是沒有什麼話講 至少比你 日本做的要品質好 全世界公認 他也接受 他說請問 德國的品管圈怎麼樣 我說你問我還問對了 因為我在工廠裡面混過了 至少超過了半年以上 我跟你講 德國沒有品管圈 哇不相信 不可能 怎麼可能沒有品管圈 品質做的這個樣子 我說因為 每一個員工都是品管 那他就開始說 不對不行不可能 按照品管圈的邏輯 如果我今天是工人 我又做品管 我就等於求員兼裁判 我怎麼去判定這個品質做的如何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品管圈在旁邊控管 那你如果說德國是品質 全部全員在做的話 那你怎麼去控管呢 沒有第三公證單位來控管 我說我也不曉得呢 我記得反正他們就是每個人都會做啊 我說這應該是 德國人的文化吧 我只能這樣講 我在德國工廠裡面 我確實有在注意到 品質怎麼做出來的 舉個例子來講 早上八點鐘上班 一上班的時候呢 我在工廠的車間部裡面 就會跟那個領班 工程師 早上叫做成間會議啊 那工程師會拿出一疊的 那個電腦表 那個電腦都是 IBM400的大電腦 那時候沒有個人電腦也沒有網絡 全部由公司大電腦來計算 這個表按照不同的領班 分下去 每個領班拿著一摞到他的工人前面 那我的領班拿來就發給每個人 今天工作的指標 全部是電腦做出來的 OK 這個拿到這個指標之後啊 我有一欄 是不由我負責 就是品質控制的那一欄 我旁邊的這些工人呢 來分擔 一開始工作 你們就交代了 這個學生啊 你來幫他負責 所以當我在做的時候 那個 我旁邊那個工人 跟我要求的就是說 你看到做到第幾格的數字 因為有一個數量嘛 做到出來的時候 你就跟我講一下 我只要去記住那個數字 出來以後就說 這個已經到了 他就過來 他說我要拿幾個樣本 去做這個測試 那我也很好奇 也跟著他跑 結果他就把那個我的 做出來的產品 隨機挑幾個 推到推特上 帶我去 另外一個叫檢驗室 每個車間部都有檢驗室 裡面都有很多的器材 進去之後就看他很熟練的 因為電腦單都有寫 這個產品需要什麼 什麼什麼器材 以及 他的 這個容忍度 精確度 等等之類的 或者密度等等之類的 儀器 跟標準都有 他就拿著開始一個個做 邊做邊記錄邊登記 完了以後把這個 記錄登記表就丟在一個 信箱裡面 一個桶子裡面 就跟我說OK 今天都沒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馬上就開始去 設定參數 在我的那台機器 弄了弄了半天 然後再跟我講 你做到第幾個 要跟我講 我要再去做測試 因為這個參數跑掉 就大概很少跑掉 整個的好幾個月裡面 跑掉不過兩三次而已 會有參數跑掉 設定跑掉的 那就讓我發現 不只是他 我看每一個工作站 工人 他不過一段時間 按照 電腦給的那個資料 他們就拿起來 就去做 所以我也問過他們 你怎麼去弄 他說有啊 誰教你的 本來都要會啊 工會教我們的 德國的工會是世界上最強的工會 不是之一 是最強的工會 工會的代表都可以進到 比董事會還高的監事會去 所以這個組織結構是很特別的 所以他們的工會 幫員工敢爭取那麼高的獎金 福利的條件之一就是 我也提供資本家 很好的生產力的工人 大家就說這個邏輯就很清楚了 所以在那面 在那個裡面感受到的 根本就不需要什麼額外的 品管圈 他就是全員的 那種所謂的品管人員 這個情況之下才有做到 產品那麼優良 每一個工人因為收入好到 他做這個工作 等於 好像在自己家裡面在做一樣 所以愛廠就像愛家一樣 我是大概只有在德國那個 實習的時候看到過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 企業的文化的概念 這個文化之下 當然我自己也想 也可能是有那種什麼 日耳曼民族優越的什麼 那個什麼 其他的那種 為了這種優越 打了兩失業 死了多少人的那種 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 公司是 很強烈的愛護的 所以我把這個告訴的那個 東吳大學的教授 我說你應該要爭取一筆經費啊 去德國考察一下看看 日本人呢 學德國 學了非常多東西 兩樣東西沒有學到 一個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他們的 領班制度 我跟他講 我說我在德國已經看到類似的報導 他聽到也接受了 OK 跟著再看 這個所謂的品質管理啊 網品集團啊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我之前有講到 這個公司蠻特別的 我相信在座的同學 大部分都去吃過了 不敢講 百分之百絕對會滿意 因為他的公司 他的有 十一大品牌有那麼多家店 當然 應該也會有人遇到不好的 那種 經驗啦 但這個遇到不好的經驗 應該比例比較少 而且他們對於不好經驗後的處理 應該也是比別家的 要好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服務的一個典範 我甚至可以這麼講 網品因為有了他 所以使得台灣的餐飲界 也慢慢在 變化 從量變到質變 這個很可怕 像瓦城 瓦城不是做那個 泰式料理嗎 他也上市櫃了 八速讀席也都上市櫃了 瓦城是一個最典範的 因為他在上市的 之前 他快速的給他員工 比照網品的福利 否則他沒有辦法 留住好的員工了 這就是一種擴散 下次 同學如果去夢時代 七樓吧 八樓 應該是七樓 賣日式料理的那條街 八樓是看電影的嘛 我通常是禮拜一到禮拜四晚上去看電影 那時候人不多啊 那禮拜五禮拜六就會爆滿 那禮拜一到禮拜四人不多 買了票之後沒事就逛來逛去 逛到七樓有一次印象最深刻 七樓都是日本料理 有兩家網品系列 一個好像叫做義騎 一個好像叫做 什麼鍋 巨 一個叫巨 兩家相距大概五十公尺 中間夾雜的一堆 所謂的拉麵啊 這個什麼照燒豬排啊 日式照燒豬排那些店 那一天特別明顯的就是啊 我一看到義騎也好 巨也好 都是客滿 而且外面的椅子還坐了 至少有六七個人在等 那別家所有的那一排 整個的別家店裡面呢 都幾乎快沒有人 最多坐個兩桌三桌 甚至一桌都沒有 那那些那些店的那些 服務員呢 就衝在那個外面來拉客 像我走過去啊 他好興奮 要不要進來吃的時候 我一個人都沒有 我其實是為為他難過 如果我今天在這家公司工作 我看到對面的鍋是滿的 外面還有五六個人 不肯進來 我這個空的 在那邊要等 而且他的價錢可能比我還貴 我在那邊做的有沒有 有沒有精神 你自己想想看 然後會不會想到 我也真懊惱 為什麼不在對面做 同樣花時間在做這個服務 我在對面做 薪水獎金搞不好到最後還有股票分紅 還有前途還有希望在這邊呢 一想到這個幾乎快做不下去了吧 這個這個做員工還就算了 我覺得更扯的就是 那個老闆怎麼沒想到 我在這邊做老闆 對面居然有人在等都不會進來 難道我不會反省嗎 其實如果真的要是我做餐廳老闆 剛開幕的時候 我可能還會去選那個生意特別好的旁邊去做 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要在特別好的旁邊去做 因為特別好的表示他時常客滿 很多客人呢就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都敢到這邊來了 這邊還有一家餐廳要不要進去試試看 我就不需要做廣告可能就可以 Q存了呀 就拿剩的搞不好也可以剩到一點 問題就是 進到我這邊以後就變我的 應該有這種想法吧 所以說從你一家很好的旁邊新開的一家沒多走 兩家都很好 那不是大家雙贏嗎 你那邊沒位子來我這邊吃 而且你下次還會主動來我這邊 我這邊爆滿了隔壁剛好空 你就可以隔壁 那搞不好第三家出現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時常會有好幾家 生意真的都還不錯 他們就是這種群聚 也有好幾家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孟詩在那裏面 只有兩家好 而且都是同一個品牌 其他全部垮 那有這種事情 那些老闆在想什麼 那就不是學氣管系 應該來中山氣管系讀一讀啊 不是這樣子嗎 大家同學想過沒有 我們學氣管系的人 腦袋裏面隨時要想這一些 隨時要想這一些 這個恒安啊 你可以把電腦關掉 我說過一開始就說過 上課不要當電腦 你平常不上網大 也不看我們的網路大學 也不在 可是上課居然一直在看電腦 把它關掉 OK 我們再來看下面 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成本觀念 像機會成本 交易成本 資訊成本 以及最重要的概念 叫做成本效益分析 這個 機會成本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 氣管 人啊 大概念之在之都是機會成本 今天各位下午2點到5點 浩在這邊上這個管理會計 機會成本是多少 我們假設 我們假設 我這個三個小時我去加油站打工一個小時100塊 我的機會成本就是300 我上市賺那個300塊錢來這邊 那也許300塊沒什麼 來這個課程呢這個可能還比較 要花得來 要花得來 可是我在很多場合是給企業界的老闆上課 我也會問 你們也花了三個小時下午來上我的這個課 你們的機會成本多少 如果你下午跟一個重要的客戶 有一個重要的一個約要簽1000搞不好三五千萬 這個機會成本就高的不得了了 所以有時常會強調機會成本的概念 交易成本就是所有的交易裡面都會有成本的概念 所有的交易就是從 原材物料 或者從農 農產地 或者從什麼地方 一路到產品 每一個交易都會有一個 成本的概念 所以交易成本越多 交到客戶手上 他的成本越高 為什麼要上下游垂直整合 就是希望把交易成本拉低 像資訊成本就是我們的資訊所花費的成本 成本效益就是把機會成本的概念再拿來延伸出去 做什麼事都會有成本也都會有效益 如果今天三個小時在這邊狂睡猛睡 喪失了在外面賺300塊錢的 打工的 錢 在這邊也沒有聽到任何東西 但是呢 他的效益就在於睡夠的精神 晚上可以在網路上面再耗三個小時 這個就賺到了 是不是這樣子的 就不曉得了 同學請不要忘記啊 什麼事情都是成本效益 如果在網路上耗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有很高的效益 我鼓勵 我鼓勵有太多年輕人 透過網路創業 變成了千萬富翁 但如果你不是那個千萬富翁 你是那個被他消費掉的一個好意的 那就 很可惜了 也許別的系我還可以想像 氣管系的同學 請隨時用成本效益 來分析 你上網的時間 跟你的收益是多少 如果浪費的太多時間 就稍微調整一下 做一些其他 比較有成本效益的工作啊 OK 後面有這些 服務業的成本概念 這些概念就請同學參考 因為前面都是製造業的 所以把不同的服務業的業種 像專業的 勞務服務 金融業等等啊 請同學來這邊自行的參考一下 重點是最後一句話 所有的服務業都依賴 人力品質跟服務品質 所以在服務業裡面 對品質成本 其實更重視 最後看成本的值 什麼叫成本的值呢 我們到今天 到現在為止 一直在講成本 成本的分類 假設 暗示 好像成本大家都清楚 也都知道了 實際上啊 成本是要透過 實際的數字 金錢數字 來結合的 否則光講一個成本 是很抽象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成本的時候 我們的數字 會因為 市場上的因素 明明是同樣 一堆資料 可是因為算的方法 或者取捨的那個 金錢的 時間價值不一樣 它會有不同的成本的 金額出現 所以我們看下面的 作為計算成本的 值的總類與項目 如果有市場價值 是最好 因為市場價值是可以 拿來作為可驗證的 因為有買賣雙方的 這種的 這種慣例啊 所以最好 那購買 那購買值來講 在不同的時間 用當天的市場價值 來購買 不同性質的 財物料 這個 最好算 因為都是不同的 不會有重複的 但是 實務上來講 例子很少 例如 比方說高鐵 101大樓等等 這些都是 大概只做一個 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在做高鐵的時候 每一個材料 建造 都是 單獨的 不同的時間 用當日的市場 購買不同的性質 101大概不會再做 第二棟了 這些都比較特別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像我這種無線遙控 簡報筆啊 就是同樣的 是用 不同的 不同的 當日的市場 購買同樣性質的 財物料 這是不同的 這個就很複雜了 就是看 你在什麼時候買 當日執法 你用 貨品訂購的當日 就是這個 同樣的產品 在貨品訂購的當日買呢 還是 按照貨品銷售的當日 還是按照貨品 重置的當日 或者是 會計計算的當日 這不同的 這個方式 都有不同的取捨 我們會計上面是 必須要要求 貨品訂購的當日 當下 這個購買的價格 就成立了 但是我們按照現在的 貨品 有時候會用到 靜變線價值法 這個時候就比較特別一點 那會計計算日呢 又有它的另外一個 要求就是如果公司所有的材料都跟日本買 就用日元再付 所有的產品又賣到美國 是收美元 這個時候呢 一邊是日元 一邊是美元 我們要怎麼換算 我們台灣的成本的概念 這個時候到了12月31號 外匯匯率的掛牌就可以當作所謂的這整年度 它的這個成本的計算 那除非你說日元波動很激烈怎麼辦 我們這樣子好了 就12月1號到12月31號 月平均 來做整年度的 也可以啊 大概就是會計結算日當日的值 OK 這個裡面牽涉到台灣在這個 這段時間 10號公報 35號公報的影響 這個因為不是我們這個管理會計的內容 就提一提 同學自己知道就好 那在一定的期間內 分成數批 用不同的當日市場價格來購買的時候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來計算它的 數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繁瑣但是食物上面呢 非常看到 容易看到 舉例來說 我們訂這個材料 用我們倉庫容量的大小來決定 如果一次的倉庫容量可以用一個月 所以這個材料又是從月中開始購的 1月15號 一公斤 是10塊錢 材料進來了 2月16號的時候呢 一公斤呢 變成13塊 到了3月14號的時候呢 又跌到了9塊5毛 以此類推 一整年下來 這個材料 競價的波動啊 可是我們算成本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特別是 用的這個量啊 不是一個月一個月那麼清楚的劃分 也許跨月份的 而且也不可能每一個月的成本都變來變去啊 我們要報價的時候 最起碼有一個標準的成本概念 這個時候我們在計算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習慣看你是用平均法還是用先進先出法 當然也有後進先出 後進先出按照IFS是不准的 US GAAP 美國還可以 但是台灣現在也不行了 好 OK 用平均法 假設我現在射算 平均法一下 我的成本呢會降低 所以我用平均法來做 可是我價格還是按照市價報 所以我的利潤會高 等到下一個 下 等到下半年度的時候發現 平均法 價格變貴了 用先進先出 為批的 我就趕快用先進先出法 這樣子 就又讓我的利潤會高點 前後呼應 這樣子可不可以 如果一下子這樣來一下呢 都是以所謂的 那種方式來計算可不可以 我們確實發現 不同的方法 它的成本會不同 那可是我們又不允許 這樣做 所以會計法規上你 定出哪一個方法 沒有其他條件之下 你必須要遵守這個方法 用至少一整年 也不能隨便換 當你方法隨便換的時候 你在報表上還要特別揭露 這是我們 在不同的期間內 用的這種方法 所以成本啊 它確實是非常的迷人的 除了它的種類性質之外 它連計算成本的那種方法 都會牽扯到成本的高低 那最後是計算值法 當如果沒有市場價值的時候 我們用計算值 通常又分為 固定值跟引導值 固定值就是類似 標準的概念 預算的概念 引導值呢 就比較特別 一個工廠裡面 生產的零組件 交給我 另外一個工廠 而這兩個都是 子公司的形態 因此交的這個零組件 如果在市場上沒有去買賣 純粹公司內部的 移轉 這個價格要怎麼算 它是一個子公司 所以那家 做零組件的 它要有報表啊 它也要做稅務報表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用移轉的 轉播計價 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 引導值 也因為如此啊 才會有那種 為什麼 集團企業化 越多公司越好 到時候我可以利用 引導值 技巧的把利潤 引導到我最想引導的公司去 我如果有五家公司 我四家公司 都給那家公司 特別優惠的價格 讓那家公司有暴利 這家公司的股票就 標起來了 等到明年標完了之後 在高檔我把它賣掉 我開始做 第二家公司 剩下的四家去拱 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呢 之前呢 因為 高 高買 低賣 所以它呢 獲利不好 股價很低 我把那個高的 那個股票 賣完的時候 去買我這個 低的這幾個股票 等到做第二家 股票標起來的時候 我再賣 賣完了以後呢 我就 原來那一家 就變成正常化 又 股價跌下來 轉一輪下來 是五年 誰記得那麼多啊 五年前的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這就是轉播計價的厲害 這個是另外一個學問啦 這個為了要應付這種轉播計價 我們在定價決策的商界裡面還會提到一些啊 到時候各個地方的國稅局也有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讓你這樣子搞 搞到最後呢 所有的公司都進到控股公司去了 不太可能 稅有利潤 但是有這種現象 最後是一些解釋名詞 請同學看一下 所謂的帳面價值 近面線價值 公平價值 跟那個 重置成本 等等 這邊就同學自行的 參考 這個都跟 會計專業名詞有關 OK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討論 成本習性分析 謝謝